1960年4月 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出版了 詹姆斯·邦德系列的第八本书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 而在这些短篇小说集里 詹姆斯·邦德也并不一定就是故事的主角 比如第三篇《量子危机》中 其主要情节就是巴哈马总督给邦德讲故事 虽然这篇小说后来被改变成电影后 故事的主角被改成了邦德 但看过原著的人都知道 那个倒霉的公务员马斯特斯才是本篇故事的主角 在小说中 马斯特斯经过一系列工作受挫 妻子出轨后终于成为了变态 是一个可怜的loser形象 然而即使倒霉到了家 走投无路的马斯特斯 却依然坚决地拒绝了一项任命 因为对象工作在英国实在是恶名满满 而这个让地狱倒霉鬼都望而却步的工作 就是代应历史的伟大蓝图 地球主义的最后良心 非洲人民的白衣补贴 人类开荒的宝贵尝试 可兴兴报告中的神话 工程性价笔记的奇迹 东非人民喜闻乐见之 代应给我送福利的伟大工程 坦嘎尼卡花生计划 1945年7月 英国举行了希特勒毕业后的首次大选 在大选前 大多数的观察家都认为 丘吉尔会轻松获胜 然而 当机票完成后 结果就震惊了所有人 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里 以巨大的优势赞上了丘吉尔 成为了下一任的英国首相 面对这样的结果 奇迹败坏的丘吉尔 后来还说了一句名言 伟大的民族总是望恩负义的 说起来 丘吉尔的这次失败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 帝国主义者 丘吉尔实在太好战了 在1945年的大选中 工党的所有竞选口号 几乎都围绕着百姓民生 主打的口号是面对未来 而丘吉尔团队的口号则是 一场巨大而恐怖的战争 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任何脑子正常的人 都知道要选谁 不过 投席得手的艾德里 其实并不轻松 经历了一场毁天秘地的战争后 戴英已经是国库花的底调 名声十文落套 帝国马上解体 举事十分不妙 在战争的巨大消耗下 曾经的世界帝国戴英 在本土已经执行了 很久的配给之 食品药品日用品品品皆缺 汽油没有 植物油油油油不足 整个戴英就是一个字 吹灯拔辣 用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说 一场金融敦克尔克 已经迫在眉睫 必须马上拿出办法来 对于战后经济的复苏 艾德里是有系统的计划的 作为工党领袖的他 致力于通过公有制和社会小控 来建立一套福利机制 但问题是 计划的执行需要时间 而土卖美墨的戴英 没有耐心等艾德里的计划见效 在人民的迫切呼声之下 已经煽清水秀的艾德里 还是重拾了戴英政府的传统艺能 再苦一苦殖民地吧 宗主过吃饱了饭 才能带领殖民地过上好生活嘛 然而尴尬的是 1945年的世界已经大变了 对于戴英苦一苦殖民地的合理要求 殖民地的刁民们竟然不许 然而经历一场大战后 已经成为地中地的戴英 再想搞过去的马克兴主义 肯定是不行了 在这种背景下 新殖民主义走上了舞台 艾德里认为 既然直接掠夺不可取 那么我不掠夺 改投资好吧 我们自己花钱 搞点庄园建设啥的 自己种自己收 你们说我说啥吧 春天中都是秋收瓜 收成全部带回家 也好歹是个地步主义国家 这总可以吧 当了解了首相的这些主张后 一个叫弗兰克·塞米尔的人 春心懵懂了 作为联合非洲公司的负责人 塞米尔是个苦命的孩子 他苦命的原因 就是他掌管了这家倒霉企业 塞米尔掌管的联合非洲公司 其企业的创始人叫做威廉·利福尔 作为英国商场中赫赫有名的豪杰 利福尔家族有着一项特殊的buff 简单地说 就是戴英霍拉姆 欧洲首带诺 是英伦三岛上一名响当当的幸运儿 二十世纪初 为了发展肥皂生意 利福尔在钢果购买了棕榈庄园 并且建立了运输船队 然而 生意刚开始 一战就爆发了 短短两年之内 利福尔的船队被德布人干陈一半 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 又赶上西非贸易泡沫破灭 棕榈旅游价格暴跌 配光裤衩的利福尔这些气死了 只剩下弟弟带着船队艰难求生 最终在1929年 与荷兰的一家公司合并 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叫做联合利华 联合利华成立后 利福尔家族依然对当年的惨败 念念不忘 做生意嘛 拜拜拜拜乃兵家常事 本着不信心的战斗精神 他们成立了一家叫做 联合非洲公司的子公司 试图继续搞贸易 也就不信了 就这非洲的生意我就剁不成 然而事实证明 人有的时候得信命 从成立之后 联合非洲公司就继承了利福尔的运气 1938年 他们的货船在地中海溜达时 被内战中的西班牙军队干沉 1939年 在挪威西班牙的船 刚出港就被暴风雨掀翻 进入二战后 公司的19艘船全部被英国政府征用 最终只还回了10艘 而且基本都到了暴飞边缘 总之 经过几十年的折趟 这家联合非洲公司的命运 是陈瑞吃八豆 是输了一遍又一遍呀 不过 要说联合非洲公司这些年 完全没有收获也是不对的 由于在战争中贡献颇多 公司与英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因此在二战后 当英国政府想投资殖民地时 塞米尔认为 不能继续在办公室里坐以待毙了 得主动出击 我为戴英流过血 我为国王拼过命 开发殖民地 不能忘了我 我要包工程 由于过去一直经营的是油料和日化生意 因此 当决定包工程时 塞米尔果断听上了 那个年代英国最紧缺的商品 人造黄油 在战争开始前 戴英是从来不去黄油的 当年的戴英 物产风营无所不由 吃黄油都是吃一碗倒一碗 但问题是 当年英国黄油的主要产地 叫做印度 二战结束后 印度独立 势在必行 别说黄油 神医人将来都不给你了 乌克奈河要戴英只能退日求其次 搞一点人造黄油凑合 然而 人造黄油的主要成分是花生 而大英帝国过去 最重要的花生产地 也是印度 所以 为了解决眼前的黄油危机 英国必须寻找新的花生产地 那么在哪种花生比较合适呢 塞米尔大手一挥 把目标指向了 非洲的那片宿命之地 坦嘎尼卡 坦嘎尼卡位于非洲东部 其实就是今日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 在一战前 这里叫做德蜀宗飞 一战结束后 这片辽阔的殖民地 作为德国逆产 被划归戴英 不过 作为伪朝逆蜀 英国人对坦嘎尼卡 并没有太大兴趣 也没有下大力气开发此地 然而 二战爆发后 这片曾经不受重视的殖民地 却为戴英发挥了巨大作用 坦嘎尼卡众多的人口 为戴英提供了10万兵源 这群人跟着戴英 是东非痛打意拉利 马达加岛 斗维西 敏殿雨林 战日寇 还给前线运武器 除了出兵随军外 坦嘎尼卡小麦 养活了无数英军 这也给很多英国人留下了一个印象 坦嘎尼卡适合搞农业 从理论上讲 坦嘎尼卡确实是个搞农业 这里地势平坦 余热同期 有大片辽阔的平原和高原 水自然也很丰富 这是个种花生的天选之地呀 所以 塞米尔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个想法 是亲手王迭罗汉 赢上加赢啊 1946年初 塞米尔把自己的讲法 报告给了新任的食品部长 约翰·斯特雷奇 表示 如果自己估算正确的话 五年内 我们可以在坦嘎尼卡 弄出255万英亩的花生田 年产93万吨花生 这要是做成黄油的话 整个英国 比如说吃黄油 拉黄油都够了呀 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 市民部长 斯特雷奇对于农业 一窍不同 当然了 这也是代英的传统异能 由于对农业并不了解 斯特雷奇部长 听了塞米尔的想法后 非常激动 立刻向内阁报告 内阁听了以后 对于这个计划也很感兴趣 出于稳妥考虑 他们要求斯特雷奇 组织一个严格谨慎的专家小组 前往坦嘎尼卡实地考察 史上得来终究险 决之此事要冒险 派人去看看 看看那里是否适合种植花生 很快 调查小组就组件完成了 小组一共三个人 分别有两名坦嘎尼卡的本地官员 和联合非洲公司的农业部门负责人 莱文·马丁组成 1946年7月 经过三个月的深入调查后 调查小组向伦敦提交了报告 塞米尔的计划 简直是一派火焰 说什么坦嘎尼卡五年 种植255万英亩花生 完全是闭门造车的愚蠢计划 经过我们的精确计算 我们认为 五年内至少可以种321万英亩 小组认为 塞米尔的计划之所以如此保守 是因为他对农业技术的进步 毫无了解 他认为最困难的土地清理 在拖拉机面前不值一提 而且 他估算的牧产800磅也有问题 他显然不了解化肥的力量 如果用上化肥 我们估计 每英亩至少牧产1100磅 一句话 当年塞米尔 200万英亩估算出93万吨产量 我们用上机械化肥 产出上百万吨花生 不是问题 在街道报告后 伦敦当局兴奋异常 苍田那大地呀 咱们代应终于转运了呀 殖民地和农业部的专家 经过一周的讨论 最终向夏院提交了一份厚厚的计划 坦卡尼卡花生种植计划正式出炉 在计划里 代应准备清理321万英亩的丛林和灌木林 然后离地施肥种花生 为了完成相关工作 需要在当地雇佣32000名劳工 同时外派750名欧洲人负责管理 开荒团将在当地修建至少100多个公寓 同时 整个种植区将被分为107个单位 每个单位都有单独的种植计划等等 最终 这份宏大的计划 被送到了首相艾德里的办公桌上 看到这份海量专精气算的计划后 艾德里激动了 如果这项计划成功 将为工党政府带来巨大的声望 因此 艾德里立刻批准了计划 宣布由联合非洲公司代表政府 向坦卡尼卡运送人员和机械 而且 作为新内阁上台后的最大动作 艾德里特意把计划中所做的预算给翻了一倍 黄油必须拿钱还 出点鹰望很划算 先生们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不仅是为了花生 更是为了帝国 你们要向世界展示 虽然经历了世界大战 但是我们带应 还是行 在艾德里首相的鼎立指示下 很快一直名为花生军的队伍 在伦敦正式成立了 作为帝国优先级最高的重要工程 拿到大笔预算的联合非洲公司 开始在伦敦高薪聘请各路豪杰 非洲大舞台 有胆人就来 作为当初实地考察的专家组成员 联合非洲公司的莱文·马丁 成为了花生计划的项目总经理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不到一个月 花生军先线队组建完成 1947年1月 1500人的先线队 就成功抵达了 他终成的坦卡尼卡 并且选择了 他们的第一片开墾基地 孔瓦 作为大英帝国的精英 这只被寄予厚望的先线队 一抵达孔瓦 就开始了紧锣密钩的工作 农业专家们 很快开始了 对孔瓦土地的勘测 然后得出了一个 令人不安的结论 这里的土地年度很高 而且有点缺水 开墾恐怕不太容易 但是项目高层 对此不以为意 缺水没关系 花生是耐旱作物 途径坚持无所谓 离地的时候精细一点就好了 除了农业专家外 交通屋门也紧张地 在考察运力计划 两周以后 他们得出结论 坦嘎尼卡的铁路 只有一条干线 咱们的种植区域内 则是根本没有铁路 将来种出来的花生 哪法往外运呢 对于解决方案 交通专家们也给出了提议 他们建议在童瓦地区 修建一条几十公里的 支线铁路汇入主线 然后把主线延长一下 最终通往达利斯萨拉姆港 这个计划投入少 效益高 很快就被汇报给了伦敦 然后伦敦就把这个方案缝了 啥 修支线 你们瞧不起谁呢 是 我戴英确实落魄了 但还不至于 连一条铁路都修不起 孔瓦的铁路要修 而且要以干线的标准修 也不用汇入什么干线了 就给我直接修到 达利斯萨拉姆港去 不用担心什么超预算 内阁说了 修路前不算在你们预算里 咱戴英有的是金山金山 永远花不完 在这种思想的鼓励下 一段时间后 交通部门再次报告 达利斯萨拉姆港的 吞土能力太小 外运速度太慢 容易把花生放坏了 要不要把港口也扩建一下 伦敦很快回复 见 见个大的 于是 在孔瓦的土地 还没有种下一株花生时 戴英的大把钞票 就已经划出去了 由于铁路修建需要时间 戴英还专门修了一条 三百多英里的公路 调来了两千辆汽车运输物资 很快 孔瓦的先前队就意识到 自己正在进行一项 没有预算限制的项目 兄弟们 花钱的时候不要拘束 咱上面有人 由于上面有人 花生军开始在 坦戴尼卡疯狂大打币 他们以惊人的高薪 聘请了大量黑叔叔 来进行建设 很快 孔瓦地区就建起了 一座规模堪比城镇的营地 营地里面 商店医院小酒馆 一应俱全 有了营地后 先前队果断决定 先把工人招进来 虽然工程案没开始 但咱可以先训练着吧 花生军毫无顾忌的 撒币行为 很快就把当地居民 给看傻了 很快 十里八乡的黑叔叔们 都得到了这个喜讯 老乡们 快来吧 天下下钱了 在超能力的吸引下 方圆百里的老百姓 纷纷不辞辛苦的 带着各自的土特产 来到孔瓦售卖 有的部落 把长领路都扛来了 而钱多都没出花的 花生军也一改 带应敲骨吸髓的嘴脸 看着啥东西 就是一个字 买 几周相处下来 当地百姓热烈盈眶 非洲被殖民了几个世纪 终于看着回头前的 由于商品贸易过于繁荣 很快 孔瓦营地就在当地 得到了一个新成功 小伦敦 在繁荣而热烈的 社场经济中 时间来到了1947年三运 营地准备工作 基本就绪 人员培训也大体完成 奇装满园的花生军 此时世袭高昂 就等着带应运来的 先进机械一到 我们就能正式开工了 那么 孔瓦营地所等待的 先进机械 为什么还没有送到呢 实际上 带应运来的 800辆拖拉机退出机 早就到了 已经在港口仓库里 堆了一个月了 那么为啥不往营地送呢 因为天下大雨 送不过去 是的 由于铁路在修路 公路在维护 在连日大雨之下 坦安吉哈的路况 已经让拖拉机看了都要头 港口里的机械 干等着送不过去 不可奈何之下 马丁经理运用超能力 雇来了一群黑叔叔 硬是靠着人拉肩扛 成功在1947年4月 把营地里 运了30多台拖拉机 虽然数量是略有不足 但总算是可以开干了 现在 让我们开始第一步 土地清理 一个上午后 马丁经理看着一群机械师 骂骂咧咧的回来了 他们愤怒地 向马丁讲了一个事实 这些工程机械 动力不够 别说那些参天大树了 就连灌木丛 都铲起来特别费劲 强行开荒 属于林黛月造霸锤杨柳 安这效率干 小洋汉不搁了 我们都清不完这些土地 听了这个情况 马丁傻了 他赶快来到现场 发现确实如机械师所说 由于土地粘稠 且植物扎根极深 孔瓦的土地 硬得跟他们凯夫拉纤维似的 挖掘机一铲子下去 纹丝不动 因此 马丁马上向伦敦打报告 要求逗拨重型机械 这一次 伦敦拒绝了他的请求 小马 不是我心疼钱 主要是咱们英伦三岛 没有这么丧心病狂的土壤 咱根本没有你要求的 那种重型机械 要不你去其他国家找找 咱们进口 在本土收缩后 塞米尔和马丁 开始全球求购重型机械 很快 他们在同样环境恶劣的加拿大 找到了需要的机械 但这玩意即使在加拿大 也数量极少 全买了也是杯水车薪 在大家一筹莫展时 首相艾德里出手了 艾德里特知 美国陆军曾经大量采购过 加拿大的重型机械 据说是送到菲律宾搞建设用 既然新的买不到 我们可以去找美国人买二手的呀 于是 塞米尔跑到了菲律宾 跟美军联络 对于戴英的请求 菲律宾美军非常慷慨 咱们这都是贡务父子 还谈什么利润 这里的所有机械 都以进货成本加卖你 张爷吧 几周以后 当马丁经理在钢口上 看到了美国机械的食物时 他再也无法控制 自己激动的心情 带着强烈的感情 问候了美国佬的八代仙人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好些 卖我们成本价呢 这八百台机器 一大碗都是袖子 没法用的废品 你这玩意挂闲鱼 人家都不让你上架 这他没好意思往外卖 不过 由于实在是没有其他选择 马丁经理只能带着 谨慎的能用的机器 返回孔瓦 然后他很快发现 自己的对手 不仅有土地树跟美国佬 居然还有小洞 1947年6月 两名白人机械师 开着推手机 带着一群黑叔叔 以排山倒海之势 冲进了冠木桶 几分钟后 伴随着一阵惨叫 营地里的人们 就看到了这群人 在亡命狂奔 身后还跟着几只 被打扰了睡眠的犀牛 几天后 大象取代了犀牛 又一段时间后 黑猩猩加入战场 意识到自己在 与整个的非洲商务圈 打团战后 开皇队不得不带着机枪 才敢出去工作 近日6月下旬 清理工作愈发艰难起来 华盛军遭遇了 大量20多米的 猴面包树 他们动用八台重型拖拉机 才能拉倒一棵树 然而 在某一天 他们在拉倒一棵大树后 居然看到 从树里蹦出来 几个黑叔叔 从树里蹦出来的黑叔叔 张开双臂 养天常规 当地人与他们沟通 两久后才明白 原来哥几个 正在感谢天天下凡 拯救他们 原来 被他们拉倒的大树 是本地土著乌落的监狱 如果只是碰到土著人 还好 半小时后 另一棵大树被拉倒 继而一片乌云 在树干中生气 铺天盖地的马风 让大家集体住进了医院 在与非洲动物 亲密互动的同时 各种机械也在迅速地消耗 由于美国机器质量感人 加上白人机械师 人手有限 大量的黑人操作手 极大的缩短了 工程机械的寿命 三天干飞一台推土机 是基本操作 五天开坏一台拖拉机 也平稳畅畅 到了1940年夏末 营地里的机械 已经报废了三分之二 很快就又要停工了 无可奈何的马丁 再次向伦敦求救 这次伦敦的大佬们也麻了 800多辆重型机械呀 你三个月就报废了一大半 你让我去哪儿 才讨弄这些机器来 关键时刻 一个叫德斯蒙德哈里森的勇士 站了出来 作为一名工程师出身的将军 哈里森将军 对工程学很有心得 还听说了 坦阿尼卡的困境后主动提议 二战期间 美国人不是造了不少 谢尔曼忐忑吗 我们改装一下 装上刀片就是推土机 挂上车斗就是拖拉机呀 哈里森将军的想法 很快被批准 一堆改装谢尔曼 很快被送到了孔瓦 遗憾的是 改装谢尔曼虽然动力足够 但工程用的刀片消耗 却依然惊人 由于刀片储备见底 恶向南边生的马丁 直接在伦敦的一家造船厂 订购了数条船锚 准备用拖拉机 直接把订单给取消了 到了1947年9月份 整个联合非洲公司上下 已经集体进入了 生无可恋的状态 然而 孔瓦的黑叔叔们 依然生机勃勃 在工程一生莫染的时候 非洲工人们居然开始了罢工 9月15日 一场毫无预兆的大罢工开始了 所有黑人雇员们 围着营地手舞足蹈 敲了打鼓的开始团建 问就是示威抗议 马丁经理赶快出面安抚 请罢工代表到办公室谈判 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马丁表示 各位能不能按照套路来 罢工是有前置任务的 一般都是先提要求 被拒绝了才罢工 人生在世 相逢都是一场报应 你们不能直接罢工 你们有啥诉求 涨工资 赠福利 你们倒是先说呀 听到这个话 工人代表们 咧嘴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但又很快捧了回去 然后表示 我们罢工的原因是 凭什么我们非洲人要自己做饭 而你们英国人 却可以雇出师吃县城呢 这不公平 我们要抗议 马丁是真哭了 就这 因为不想自己做饭 你们就罢工 大哥们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们的公司里有一个项目 叫做餐饮补贴 英国人不领补贴 所以才拿这笔钱 用来雇出师 你们入职的时候 是自己要求拿现金的呀 就这也能罢工 再说了 那英国厨做的菜 啥好玩啊 就这你们也想吃 黑叔叔们一想也是 很快就一红而散了 只留下项目经理 马丁在思考 自己上辈子 究竟是毁灭太阳系的 还招来归灵者了 为啥让我在这受折磨 总之 在极度艰难的推动下 花生军终于抢在雨季到来之前 在已开垦的土地上 种下了一批种子 然后大雨果然来到了 如约而至的大雨 引发的山洪 先给了花生军一个下马位 直接把孔瓦营地 给冲走了一半 冲走就冲走吧 反正遭了这么多罪的花生军 也不在乎再重建个营地了 问题在于 暴雨之后的塔卡尼卡 迎来了明晃晃的烈日 大太阳把土地 烤得跟钢板一样 与其他作物不同 花生的生长过程 是生根发芽再开花 花落到土里再结果 因此叫做落花生 然而 由于之前把所有植物 清得干干净净 在烈日的红烤下 塔卡尼卡的土地 板结得跟三级人的水滴似的 花生的花落下来 根本没法结果 所以 经过辛苦忙碌的一年后 塔卡尼卡花生军 交出了自己的第一次年报 第一年 绝收 1948年1月 心力嚼催的项目经理马丁 向塞米尔递交了辞呈 爷爷 这活兄弟 我实在干不了了 我现在一听花生 这个词都做噩梦 您还是另行高明吧 面对马丁的辞呈 塞米尔也很崩溃 兄弟 你要面对的 只是恶劣的大自然而已 我就不一样了 就你们折腾这一年下来 伦敦的医院里 现在骂我的人 都多得要现号的 你说我是抽哪门子 邪风才下着这么个主意 早知道就老老实实 干船运 挣哪窝能废算了 一阵暴头送过后 哥儿俩得出了一个 确定的结论 这花生爱谁中谁中吧 我们哥儿俩是不伺候了 塞米尔找到了 食品部长斯特雷奇 正式提出 本组织已经无力 积蓄花生计划 您老看看 找哪个慈善组织接班吧 我们公司前期的 所有投入也都不要了 究竟你行一号 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 其实斯特雷奇部长 此时也非常明白 这个花生计划 是希望不大的 但是商人闯了祸 可以退出 首相还指望 这事为自己备出呢 坦嘎尼卡计划不能失败 至少不能承认失败 哭错诚我就改墓碑 顶也要把这个计划顶下来 在一开始 斯特雷奇部长还尝试着 想找个公司 给这个项目接盘 但经过这一年的实践 英国上下 基本是个人都知道 这个狗屁花生计划 是大坑套小坑 小坑套老坑 坑里还有水 水里藏着丁 由于实在没有冤种接盘 斯特雷奇部长 成立了一家 名叫海外食品公司的国企 由于马丁经理 之前对改造谢尔曼的勇敢建言 本着好用就往死里用的代应精神 部长大人 毅然选择了哈里森将军 既然您对这件事如此热心 那么下一阵项目经理 就是你了 就这样 因为多说了一句话 哈里森被赶到了坦战尼卡 到达营地后 哈里森将军发现 此时的营地 已经基本进入半摊换状态了 所有员工的共同特点 都是安全恶宝 白人员工们 都是领导陈炼 我人睡 领导干活我拱被 而黑叔叔们 出去干私活 作为一名参加过 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人 哈里森无法容忍这种混乱 希望用军事纪律来约束员工 然而 面对着十万名躺平的员工 哈里森不出意料的失败了 人员管理无效后 哈里森又试图通过对仗 来控制成本 结果自然也是无果 虽然哈里森十分敬业 但他实在无法驱动迷茫的花生军 到1948年的雨季 新开墾的花生田 都不到3000英亩 所有重型机械全部趴过 好在这一年 重型的花生没有遭遇去年 发了牙无法结果的厄运 因为这几年根本就没下雨 重型的花生连牙都没发 第二年 绝收 在这噩梦般的一年里 哈里森承受了国内巨大的压力 1948年末 心理憔悴的哈里森回家休养 斯特雷西部长 并寻戴英都找不到 愿意接替哈里森的人 由于时代无人结果 没有项目经理的花生军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彻底放飞自我 拿着戴英的预算搞起了建设 在营地里把学校都盖出来了 此前乐不死营 1949年 听天由命的花生军 在土地上再次撒下种子 除了花生 还种了不少向日葵 然而 1949年的孔 却迎来了一场 暴出血症般的大汉 在出征后的第三年 花生军又一次交上年报 1949年 绝收 连带着向日葵一起 在连着三年绝收后 英欧国内的舆论彻底炸锅了 所有媒体都在 痛治工党政府不靠谱 拿着纳税人的钱当废纸 可是天文数字般的钱 已经花出去了 爱德里实在无法承认 计划失败 只能修改一下目标 咱们最早 不是要搞300万英亩的 花生田吗 打个小折扣吧 15万英亩可以拔 什么 就这也搞不定 那5万英亩总能搞出来吧 而且 你们不要再留在 那个倒霉孔瓦了 向南发展 那边的土地比较肥沃 今年 你们无论如何 都得给老子种出点东西来 哪怕你们把野草 给打垮运回来 也绝不允许再绝收了 其实到了这一步 爱德里早就知道 计划失败了 只不过 希望花生君 好歹有点成果 给自己个台阶下 带着首相最后的希望 毫无神奇的 花生君开始南签 在把之前的罪 重新遭了一遍后 总算在1950年 把种子种了下去 1950年雨季后 花生君献出了捷宝 生了 生了 今天没有绝收 在计划开始的第四年 花费了3650万英镑 投入数千台机械 雇佣了超过10万之工 修建了几百英里 铁路和深水港后 坦卡尼卡花生计划 终于产出了结果了 足足2000吨花生啊 虽然相比于 原计划的100万吨 略有差距 但毕竟也是 咱自己种出来的呀 然而 就在花生君 产方传喜讯的时候 却有号舍的媒体 查了一下花生君的账 在1950年 他们光花生种子 就进口了2700吨 用2700吨种子 种出了2000吨果实 这合理吗 这是种地呢 还是施肥呢 终于 英国国内对花生君 最后一点耐心也耗尽了 因为人们计算了一下 整个花生计划的投产比 确实是不太高 平均每一粒花生 大概要花英国政府 一美元左右 在国内铺天盖地的指责下 坦卡尼卡花生计划 终于彻底失败 1950年大选 埃德里失去了首相大位 花生计划的失败 成为了其败选的重要原因 1950年1月 花生君就地解散 所有机械就地排卖 所开垢土地 悉数交给当地农民 也不玩了 1963年 花生计划的主导者 斯特雷奇部长去世 去世时的遗产 只有5万美元 作为一名曾经的 共产主义者 斯特雷奇是个 有良心的官员 只是被推到了 不合适的位置而已 而想出花生计划的赛缪尔 在抽身之后 转向了木材生意 在这项领域中大获成功 同样 当年被折腾到崩溃的 马宁经理 后来代表联合非洲公司 在东非种植了大量查树 最终也获得了成功 被抓来顶杠的哈里曾将军 在退休后 一直担任工程顾问 余生一直拒绝触碰 与花生有关的任何事情 平心而论 在这场失败的计划里 没有任何人的动机是坏的 只是一群错误的人 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做了一件错误的事而已 但是 如果说花生军 没有正面贡献 那显然是不对的 在花生计划的5年里 大量的非洲青年参与其中 比如一名叫 朱利耶斯尼雷尔的小青年 就在工地里 接触到了英国人 极大的开阔了眼界 尼雷尔后来成为了 坦桑尼亚国父 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节目 就应该想起 后来尼雷尔还收到了 一个人的决斗邀请 那个人叫做伊蒂阿明 除了培养尼雷尔外 花生军还留下了 他们在孔瓦的基地 在英国人离开后 那片拥有齐全设施的 平整土地 成为了完美的军事训练场 莫苍比克解放阵线 安格拉解放军 纳米比亚和金巴布韦等 多国民族武装 都曾经在此训练 不得不说 这是带营为世界 反殖民主义事业 做出的重大贡献 不过 花生军最大的贡献 是他们把开垢的土地 留给了当地的非洲人民 在英国人走后 当地百姓在那些地里 手工种植 烟草 妖果等经济作物 收获都相当不错 而且种花生的创意 也被坦桑尼亚人继承 现在坦桑尼亚年产花生 已经接近了100万吨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花生生产国之一 事实证明 这片土地 确实可以种花生 只不过英国人 没找对地方而已 而且 当年英国修建的 公路铁路和港口 确实极大地帮助了 坦桑尼亚的农业出口 时至今日 每当坦桑尼亚人 想起当年英国老大哥的 无私贡献时 都还感动得合不拢嘴 那真是 丧子父老 行过处 送生之生犹在 先莫里林 所见者感恩真情皆存 横匹 带英好人呐